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疑似瓦斯外泻 自助洗衣店发生气爆 台南永康有一家自助洗衣店 昨晚发生了气爆 当下店内顾客反应不及 造成了三男一女总共四个人受伤 其中一名薛姓男子 全身45% 2-3度烧烫伤 伤势最为严重 幸好所有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为什么洗衣店会发生气爆 初不了解 怀疑店内放置的瓦斯钢瓶 有外泻的情形才会酿火 大火香得猛烈 浓烟直窜天际 竞销道场赶紧布水线 竞销联盟涉水灌旧 原来这间自助洗衣店发生气爆 招牌掉落 店内满目疮痍 而意外瞬间更是惊悚吓人 轰的一声传出巨响 爆出火花 隔壁店家跟着遭殃 天花板装潢损毁坍塌 布置店门口的骑士被波及 当时就在洗衣店内的民众也遭到炸伤 贪坐在地 惊魂未定 男子全身遭到烧灼伤 好心民众替他冰敷降温 锦销也赶紧接手治疗 将伤者抬上担架 送上救护车 紧急送医 事发在7号晚间9点多 台南永康区大人街的自助洗衣店 突然发生气爆意外 店内顾客根本反应不及 导致三男一女共四人受伤 其中一名薛姓男子全身有45% 2到3度烧烫伤 伤势最为严重 好在伤者目前都没生命危险 只是洗衣店怎么会发生气爆意外 除不了解疑似为店内瓦斯钢瓶外泄 这台面货 红单衣服要用瓦斯的 我们有固定在检查 瓦斯气爆的情形 拉出四桶 四桶的瓦斯桶 详细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 而业者也表示设备都有定期保养 但突然发生气爆 仍造成四人受伤 而再看看这爆炸瞬间 画面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记者黄不齐台南报导 持续来追查这起台南永康的气爆案 发生爆炸的自助洗衣店 不但没有合法登记 而且违规把重达200公斤的 四支瓦斯钢瓶放在店里 导致爆炸威力 波及附近四户店家 和后方一栋民宅 连住在对面的住家 内部玻璃与天花板 也被震碎塌陷 附近住户是直到发生气爆之后 才得知店内存放大量瓦斯 但对此业者不愿做回应 气爆发生瞬间 对面住家屋内玻璃被震碎 三楼天花板坍塌 吓坏住户 穿地团这样 也穿担住人 不像雷公 有骨骨雷公 大人我怎么有气的 这么大 这么恐怖 大家怎么也没想到 自助洗衣店内 竟存放了重达200公斤的 四支瓦斯钢瓶 是很危险 对 我今天也是吓一跳 不晓得说原来洗衣店 是瓦斯 而且它这么大 住户们鱼姬油存 因为爆炸威力实在太惊人 以洗衣店为中心爆炸威力波及 左右四间店 外加后方的民宅 爆炸威力令人触目惊心 可恶的是 这家洗衣店 不止没有合法登记 还违规将瓦斯钢瓶 设置在店内 酿成重大公安意外 但业者却不用回应 你知道瓦斯要列管 这件事情吗 根据消防安全规章 营业场所使用瓦斯 串联超过80公斤 必须放置在室外通风处 设置泄气紧爆气 围着最高可罚10万元 我们烘衣机离瓦斯 是有一段距离 比你放在里面还要安全 排放不完全的话 它会自动停掉 由于瓦斯相较于 电费便宜 效率又高 房间自住洗衣店 大多使用瓦斯烘衣机 但这一次业者的 一连串违规 酿成气泡意外 也让洗衣店安全隐忧 浮上台面 记者五媒 宣张宠敏 SNG小组谈谈谈报道 今天出门 有没有感受到天气明显 变冷了呢 在新北市鼻头角 上午的9点40分 测得了今天平地的 最低温只有16.3度 而且东北风来袭 北台湾也变天了 在桃园以北 还有东北部地区 高温骤降10度 这几天高温 大约是介于22度左右 而且在沿海空旷地区 低温可能会下探16度 最冷时间点会落在 明天晚间到礼拜二的清晨 另外在菲律宾西方 近海面的地方 有一个热地压成型 预估最快9号 会发展为今年第21号台风 假日出游 家长帮小朋友 穿上保暖衣物 东北季风来袭 北台湾有感变天 白天平地最低温 落在新北市鼻头角 上午9点40分 测得16.3度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未来这一层 其实主要都是 东北风那个天气形态 那在8号到11号清晨 这个冷空气是比较强的 预计这一波东北季风 最长时间点是在 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清晨 受到这波冷空气影响 预估桃园以北极 东北部地区白天高温 骤降只有约22度 空旷地区低温 还可能下探到16度 其他像是花东地区 及中南部 早晚温度也明显下滑 预计将一路冷到礼拜三 另外在菲律宾西方近海 上午又有一热带性 低气压成型 气象局预估最快在9号 发展为今年第21号台风 值得注意的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目前还有一热带扰动发展中 会不会成台或对台湾造成影响 还需要再观察 不过未来一周 北台湾天气失良 要留意局部降雨 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 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 外出穿暖也别忘 攜带雨具 志愿论与周伟杰 台湾报道 在国际疫情方面 病毒变异越来越多了 在全球最大的 貂皮生产国丹麦 他们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国内的水貂养殖场 发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 而且在确诊的水貂身上的 病毒已经变异 甚至还传染到人类的身上 在境内有12个人 感染了相同的病毒 国内医师认为 很可能是水貂 它的气道 也就是呼吸道的温度 适合病毒繁殖 的确很容易成为中间宿主 全球最大的貂皮生产国丹麦 占全球皮草生产的40% 被刺到在新冠疫情肆虐下 貂皮产业岌岌可危 丹麦总理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国内养殖貂发现确诊案例 而且病毒还有突变情况 另外有12人已经感染相同病毒 就怕会演变成大规模扩散 预计将会有千万只水貂 面临被扑杀的命运 水貂它的气道的一个温度 是36.2度到38.4度之间 所以在这种温度范围内 刚好就是病毒容易在这种温度下 繁殖的机会 变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终结素材 一个传一个传到最后 都是会有变异 如果发生了大的变异 那当然在制作这个疫苗的这方面 当然就比较困难 至少今年四月同样是貂皮生产大国的荷兰 也曾经发现皮草养殖场里面的水雕 确诊新冠肺炎 只眼看全球疫情升温 反观国内不少逛街的人 几乎没在戴口罩 阿中部长也证实将从大众运输工具 卖场市集等八类场所中挑出部分场所 强制戴口罩 但有感染科医师建议 最好是全部强制 室内或室外 只要人潮聚集多的地方 就应该是强制戴口罩 这是唯一对台湾 要保有现在的防疫成绩效果 只知道部分地点硬性规定戴口罩 反而会造成民众混淆 为了全面严格管理 才能全力帮堵疫情爆发 受疫情影响边境持续严管 截至10月底 已经有71家旅行社停业或解散 但现在安心旅游补助结束 让观光产业担心没未来 对此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自由行补助的部分 不会在持续办理 但会补助团客 初步规划将从12月起 针对团体旅游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补助 国内旅游业者对于补助 当然是乐观其成 但也希望对于员工薪资 和营运补助 政府能够加码别喊咖 旅游业才不会迎来财源潮 安心旅游补助在上个月结束 加上11月开始 旧式团体旅游的单季 也让许多旅行社担心 撑不过这个冬天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态 自由行补助不会继续 但对于旅行社 推出了创新团体旅游 会专案处理 整个旅游产业是乐见的 这开始出的方法 都更多不同性质的体验活动 以及做出好的市场区格定位 它是解燃眉知己 但是因为我们失血也过多了 怎么样还没有血流干的时候 还可以有一些的 恢复我们的生命力 根据了解 这个创新游程 将从12月开始 直到1月底结束 专门补助团体旅游 先前的安心旅游 带动了不少观光效益 像是团客就补助4.5万团 带动138万人次观光 而自由行也吸引 千万人以上的住宿人次 创造奇倍效益 10月底安心旅游补助结束 旅行社在线困境 虽然政府在推创新游程补助 但长期来讲 恐怕意图不大 如果再没有这个薪资补助 又没有团的状况之下 肯定我们要面临到 是不是要做一个裁员 统计截至上个月底 圈台已经有71家旅行社 停业或解散 加上边境持续严管 如何光靠补助和国旅 挽救旅游业恐怕得好好思量 记者总部导 另外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出炉 行政院长苏贞昌 上午出席活动时 也亲自恭贺当选人拜登 期盼未来台美关系 能够有进一步进展 对于能否与美国洽签BTA 苏黑强调 这对于两国之间 都有很大的厉害关系 双方都会继续努力 在大师的画作前 细细欣赏 行政院长苏贞昌 来到艺术家 李梅树的纪念馆 参加梅树月 艺术季 欣赏这些珍贵的作品 对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出炉 院长当然要和拜登 说声恭喜 我们非常诚挚的 向美国拜登总统 和刚当选副总统 来表示诚挚的祝福 台湾在蔡总统领导下 我们有非常好的台美关系 而蔡总统也已经 致电祝福拜登的当选 院长提到 说总统亲自致电拜登 事后政院曾经 其实没有打电话 而是透过推特发文道贺 而外界也关注 美国这回政党轮替 先前洽谈中的台美高阶对话 是否受到影响 至于贸易的关系 因为两国贸易 有非常大的厉害 大家一起的共同价值 所以应该会再往这方面 再做更大进展的努力 能不能和美国洽签BTA 院长说双方都还在努力中 只是无论美国哪个政党执政 政府都会持续努力 让台美关系有更长足的进展 记者林鑫杰黄伟财 SN巨大组新闻市报道